1949年 台国大典阅兵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最隆重 最庄严的检阅 由安东海军学校与华东军区海军组成的海军军官方队 和水兵方队昂首率先走过天安门 代表着新中国最早的海军 中国有海无防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1984年 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 这是新中国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进行的武装力量展示 海军派出水兵方队 导弹方队 并参加军事院校方队接受了检阅 改革开放 加快了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 海军武器装备进入了导弹化 电子化 自动化新阶段 舰艇作战一系列技术难题得以攻克 1999年 世纪大阅兵 这是新中国举行的第13次国庆大阅兵 人民军队逐渐由人员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走上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海军陆战方队和海军航空兵编队在阅兵中首次亮相 人民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取得突破 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得到提升 2009年 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 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大阅兵 首月装备90%为首次展示 海军有六个地面方队和一个空中梯队接受了检阅 新世纪新阶段 海军一体化综合作战能力和战略威慑能力明显提高 逐步构建其以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和发展利益要求相适应的海上防卫体系 2019年 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 这是新时代举行的首次国庆阅兵 彰显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 迈向强起来的雄心壮志 人民军队以改革重塑后的全新面貌 接受检阅 首月武器装备全部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 展示了人民军队改革强军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见证着人民军队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签订步伐 海军有六个地面方队和两个空中梯队接受了检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海军远海防卫作战力量体系快速发展 近海防卫作战力量体系优化提高 两栖攻击力量体系不断建强 实现了迈向深蓝 走向远海的大跨越 海军战力量体系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